大家好,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的盘后,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也欢迎会员去观看今天的会员节目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货,微涨1.4%左右 我们看到日线图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指跌K线 对于当前的多头来说,我们的多头小波段趋势线目前仍旧没有被跌破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多头仍在主导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看到在水平方向上有一个强劲的支撑 这个支撑是迟迟无法被砸破 多头应该继续去做多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多,对吧 说做空行吗?不行 那这个位置,我们自抄底以来,它就一直没有成功的向下破位过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继续去做多,对吧 那么这一波的回撤是上周,包括本周早些时候给出的 那么当前应该算是抄底或者是进场的好时机 做新的一轮的多头波段的好时机,对不对 大家看,尾盘还在涨 好,这个是标普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期货 那今天是收涨百分之0.57%左右 我们看到,那么今天的阳线也是非常的漂亮 尽管一天的涨幅不大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慢慢的去涨的,对吧 我们之前画的趋势线经过了修正之后 我个人是觉得上行的概率仍存,所以多头是不应该去离场 正想反,应该继续去做多单 那对于纳斯达克指数,包括相关的ETF,比如说TQQQ,我个人的态度是做多,对吧 那么接下来将去测试的阻率区呢,就是中间这根横线 那现在呢,还有一定的空间 大概是一万三左右,一万三左右 现在是一万两千六百九十七,还有几百点 对吧,那这样的一个多头的架构呢,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那经过了一个ABC的洗盘,然后突破回彩指的,哎,拉升 非常漂亮吧,所以呢,想要去做空啊,还是比较难的啊 那近期呢,我们还是维持看涨的一个思路 说尾盘又下落了,没关系啊 没关系,只要这个日线收起来,它是个阳线是吧 它不是一根阴线 那我们说啊,这样的K线呢,对多头还是有利的啊 是吧,为什么啊,今天啊,这个收涨的不多呢 主要是因为今天向下踩了一下,然后呢,再弹了起来 那全天的实际上它的一个整体的高度啊,其实也并不是太小啊 只不过啊,实体部分这个收盘的一个情况啊 相对比例会比较小一些啊 但这仍旧是一个多头强势的一种表现啊 而空头在哪里,不是说好了空,我们这频道没有说是空啊 那么现在是第六周了吧 对啊,第六周了啊,这一个半月以来啊 我们还没有做空的啊,还没有选择去做空 而是一直在找多头啊,做多或者是再重新找做多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现在呢,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时机啊 那万一不涨了呢,我们的底线划好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中小盘 那今天的中小盘也是相当的活跃 那昨天呢,是对这个回撤呢,完成了一个突破回彩啊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强势的指低 收涨0.87%左右啊 我们看到日线图是相当的强势 那么中小盘应该重新布局多单 那么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回撤之后啊 也就是一周的回撤啊 本周呢,再次指低啊 那么即将再去测试上方这个横向阻力区 对吧 一步走一步啊 至于能不能突破上去啊 到更高的位置 我们啊,先看一下本周的表现 那么今天是周三 周四周五看看能不能先过拉到这个阻力区 对不对 一步走一步啊 不要看太远 那么当前中小盘还是相当强势的啊 那一旦走起来那也不得了 那上方其实空间还是很大的啊 对吧 这美股不能踩顶啊 是吧 美股可以去踩踩底 但是美股不能去踩顶 好 这是中小盘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传统股 道指今天微微的上涨0.01%啊 或者是不涨不低 那表明啊 他当前仍旧符合我们技术原理 也就是说继续维持窄幅震荡的一个走势 这种窄幅震荡呢 对于空头来说啊 是一个灾难啊 因为空头迟迟就是砸不动 多头呢 顶多就拿好了 把这个小鞋坡 这个小事啊 就是先画好就可以了 好 那么美股给我的感受呢 就是新的一轮的指低啊 或者是一些啊 比上一波波段稍微短一些的一些多头小波段呢 正在啊 开始哈 啊 一些股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些暗示哈 待会我们看 那么今天的原油呢 是收低也0.54%啊 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呃 带长长的下影线的一根阴线哈 那这个阴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啊 下方的支撑区还是相对较多 那原油呢 并不适合去做中长线哈 而是比较适合日内交易 那对他来说呢 呃 我是觉得啊 大家可以观望一下啊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四小时图上我们观察到了啊 包括日线啊 就是影线比较多哈 所以呃 适当观望一下会比较好 那如果你想去做的话 我们应该把四小时图啊 界定好一个可能的下跌小区日线 那如果这方面啊 接下来一个交易时段给出止跌阳线的话 去做多 那如果再砸回来呢 不要做了啊 呃 太过震荡 好 太过震荡的好处就是 你即便是持仓的话 也不会 不会有较大幅亏哈 就可以离场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的黄金是下跌0.9%左右 那么当前的日线空啊 空头还是相对较强势的 我们不妨呢 把这下跌缺线画好 哎 下跌 反弹 震荡下跌 那么接下来呢 将面临这样的复杂的一些支撑区 对吧 所以啊 多头呢 可以啊 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一些支撑区 啊 空头呢 可以调整一下支撑区 看看能不能测试到 比如说上边属第三根横线附近 是吧 继续再跌一天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下时图呢 现在正在给出一些小反弹哈 嗯 那只要不去反转这根下跌趋势线啊 那么应该风高去不去空弹 好 这是原油 不是原油 黄金 原油 黄金哈 好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那么今天有很多股票都在继续的止跌 强劲的上涨啊 那么今天领涨的几只股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UPST暴涨28% 哎 非常符合头肩底部的大结构啊 那么右肩呢 迅速的拉升啊 那么接下来应该 就是不断的布局多担 对吧 我们看到长长的下跌趋势线 被今天的一个人阳线啊 注意今天是跳空缺口往上拉升啊 表明多头极不可耐的去做都啊 形成这样的一个右肩结构 到当前应该是抄底正当时 有人说右肩过高了 不要怕嘛 毕竟是相对底部嘛 你仓位轻一点不就行了吗 抄底对吧 那么今天暴涨28%左右 对吧 这足够表明多头愿意去抄底 那只有部分人还在怕哈 有什么可怕的 仓位小一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后续呢 也有可能在这里震荡啊 所以说让你仓位小一点 后续能啊 经得起这种震荡就行了 那多头的趋势线呢 可以在这里画好 那一旦涨起来呢 那我们啊 接下来将对UPST的这个图呢 进行持续的跟进 我们看啊 如果一旦涨起来 从当前价位到这里 还有70%左右的利润空间 所以啊 这样的一个头肩底部结构啊 带来的潜在的可能性的利润 很大 70%是吧 说万一上不去呢 上不去就看回踩这个位置 形成右肩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是吧 哎 不要太悲观哈 那这么强势的多头 不能那么悲观啊 毕竟啊 毕竟什么 大型下跌趋势线被突破上来了呀 这是多头的势力范围了 好吧 或者说是震荡式了 对不对 应该不会那么悲观哈 我们看另外一个老朋友哈 卫士 卫士今天也是暴涨26% 我们看看日线图 长长的大型下跌趋势线 经过了近几周的震荡上行之后 终于完成了对他的一个突破 回踩 直跌 我们不妨呢 把这个地方画一个头肩底 能 大型头肩底部结构哈 然后又把大型的啊 这叫下跌打趋势线突破回踩直跌了是吧 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去布局多担 有人说 是的 好 我们把这个多头趋势线适当的画一条 怎么画呢 就画这里行 那这样的话 他长起来 他也不得了哈 但是呢 他属于腰股范围啊 大家不喜欢可以不做啊 包括刚才的图 但是从技术位上我也得说哈 这图确实比较强势啊 他如果去做的话啊 那么第一个啊 近期的指引位呢 应该是在最上面这根横线上啊 就这个触点对应的这位置 我们看还有30%左右的空间 那一旦啊 这个腰股长起来呢 也不得了啊 那么上方这个空间 我们啊 测一下啊 这腰股就得敢测哈 那腰股都不敢测 那怎么办 对不对啊 腰股得敢敢去想象哈 这个梦得做啊 那么对吧 一旦再涨起来啊 就这个阻力区呢 被突破之后 稍微停顿之后啊 再往上涨 可以达到翻一翻的这种效果啊 差不多吧 嗯 因为头肩底部结构啊 是这么高 头肩底的 头肩底是这两根横线之间啊 把这个线可以删掉了啊 那头肩底结构啊 颈线拉升啊 那么拉升到这儿啊 是完成了一个30%左右的一个利润空间 对吧 30%多 那一旦再走起来呢 大家注意 头肩底 它不一定只走那么一截啊 它有可能再走一走 所以我们挖掘的是更大的可能性啊 当然啊 这个比较中性的预期是 上面属第二根横线对应的阻力区域 对吧 那么这个阻力区对应的是30%多啊 那么更上一点就是达到 从现在价格算起是107%啊 100% 翻一翻 是吧 好 还有一个暴涨股 我们看一下QS啊 QS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啊 那么昨天其实就有强劲止跌的信号啊 大家看这儿 今天非常强势的暴涨 32%啊 所以今天它也是对头肩底部结构的一个止跌拉升啊 那头肩 左肩 右肩 突破 然后拉升 已经拉升了 对吧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拉升到这个位置啊 甚至是更高啊 我们多画几个 我们再说一遍 对于个股来说可以有一些想象啊 幻想 梦想 一般 它实现的概率要比我们的呃 所谓的龙头股要容易一些啊 因为它太过猛烈了 对吧 那接下来一个可能的止盈点位呢 呃 第一个呢 就是这儿啊 17%左右啊 今天涨得太多了啊 那么更高的一个位置 我们也测一下啊 那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回撤的一个情况啊 只要我们这个上涨趋势线 或者是稍微平缓的趋势线啊 有效啊 或者是再踩一下第三根横线啊 从上面数第三个横线 再止跌的时候 咱们再做啊 这一步会更好 那如果从当前价位算啊 那这个位置也有70%的攻击啊 所以今天呃 不光啊 是这些暴涨股 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啊 更重要的是树立了 人们可以做梦的这种信心啊 增强了这种信心 对吧 大家是可以做一些梦的啊 但是仓位一定要小一些啊 好 呃 那么这是几个灵涨股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几只啊 这个肉酷 我们也在关注吧 肉酷的下跌瞬线 被多头猛烈的拉伸 我们啊 我们也其实应该 把这个线调到这啊 我们啊 这几天一直都在调这根趋势线 对吧 这根上涨趋势线 那么这个图也要调 做多吗 答案是做 做起来 对吧 那么一节一节往上走吧 对不对 那接下来他的一个空间呢 往这 百分之十六啊 十分之十六 一点小啊 为什么 因为头肩底部结构这么高啊 所以更高的一个位置 是比较合理的啊 这 对吧 差不多是等距离位置吧 把这个从肩底 从到 从这 到这 差不多吧 然后啊 就这个 把这个 传下趋势线闪掉 这个下跌小趋势 就就就完了 结束了 大家看到那个罗素呗 我们中小盘是不是 只跌了 强势的 那这是不是头肩底部结构 是吧 长线大型下跌趋势线突破了 回踩只跌了 今天也是一个跳空缺口啊 直直勾勾的上拉 是吧 暴涨百分之十几啊 哎呦 盘后又暴涨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二十 不得了啊 盘后啊 盘后 哎呀 所以啊 咱们这一轮做多 只要还拿着仓位的交易者啊 朋友 太太太 太爽了啊 还得涨 那中间这根线 盘后就到了啊 涨了百分之十八 那我估计就要往上走了 那往上走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就 直接就往上画 因为这就是等距离百分之五十啊 百分之五十 减去盘后的这百分之十几啊 这盘后还没准啊 但看这个多头这么强势啊 这么愿意在盘后再去买 那这个百分之五十有可能达到啊 所以我们继续挖掘这种翻一翻啊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的利润 大家说还是梦吗 答案不是哈 有可能是现实了 已经接近于现实了 对吧 所以大家啊 一定要抓住啊 这一波一波的 那有相当多的人还比较悲观的啊 对吧 那他们如果不悲观 那乐观者 这个梦怎么实现呢 大家一定要逆向思维啊 不要跟大部分人一样 好 我们看一下Football Football呢 今天是收涨百分之十二 也是非常漂亮啊 我看啊 我们啊 需要把这个线重新调整一下 嗯 我们啊 把这个Football调整一下 因为Football也是一个老图 嗯 我们还是要把这一根下跌学线画好 因为近期又是触碰到这了啊 所以这个还是构成阻力的啊 但是今天的涨幅还是比较巨大哈 我们把这个新的多头小确实线画好 那接下来呢 将去再去尝试突破这个高点 那上次呢 已经测试到那位置了 稳不妨呢 把这个画为阻力区 所以这次呢 如果他去尝试突破的话 那我是觉得要 至少要涨百分之三十五 才能达到这一波高点啊 现在呢 是超级正当时啊 按照理论呢 应该再去测试这个位置 那对Football来说 也是廉价股低价股 对吧 哎 他一旦突破上去呢 那就不得了了啊 那阻力区画哪呢 上面画哪都有可能 对不对 这个股呢 画哪都有可能啊 所以啊 我们接下来看突破的 这个表现 先把这百分之三十五拿一下 对不对 超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那我们昨天盘后特别提醒了哈 如果比特币强势止跌的话 我们的资本市场呢 将进入到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小牛市哈 咱们不要看太远啊 就是一波一波的多头不断去做 那这一波的回撤呢 估计就要止跌了 上一波是百分之五十 那估计这一波呢 也要从当前的价位开始算起 从这开始继续做梦啊 再涨百分之三十 甚至更高啊 因为整体这是一个头肩 把这个可以删掉了哈 这是一个头肩底 这是左肩的感觉 这是右肩的感觉哈 往上拉伸一下 形成一个右肩 是吧 先把这百分之三十拿到 一旦形成右肩 我们的上涨趋势线可以 画长 延长 然后再去画上看哈 到底在哪停呢 咱们也不知道哈 梦啊 可以不断的去做啊 花这么大可以吗 可以 你的依据呢 哎 头肩底部的等距哈 那一旦走这种模式会怎样 哇 百分之七十哈 做梦吧 在我这啊 仓位一定要小一些啊 说万一长不了找你来啊 你不要找我哈 我让你自己去选哈 反正啊 我是看到了一些架构啊 他对这些架构啊 在咱市面上那些技术分析呢 那些知识点就是告诉我们啊 看到一些典型的头肩底的时候 第一个预期呢 先找到一个等距离位是吧 然后呢 要勇敢的去做啊 但是仓位要小一点 那如果不合不符合预期 我们也要也要有设定好好的止损点 就可以了 理论上哈 呃 知识点还是比较贴近于规律的哈 如果真不那么走了呢 这么这么走 咱们就啊 把这梦呢 先暂时放一放 但我是觉得 你看之前这些灵产股 是不是暴涨呢 所以啊 适当的做一点梦啊 不要太贪婪 我们看一下feel feel这个图呢 我们一直在关注什么 一直在关注这个长长的下距趋势线被突破上去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强势的大直低哈 那我们这趋势线啊 这中小盘的趋势线就是跟罗素差不多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趋势线调整到这就ok 做多嘛 做起来啊 做起来 对不对 它是一个多头架构 对吧 那这样的话啊 从这开始往上测啊 还多少啊 50%啊 50% 对吧 嗨起来吧 同学们 该嗨的时候就要嗨哈 有人说怕呀 那就不关我事了哈 好 我们看一下pltr 那昨天呢 让买 那么有网友盘后就说买 那么今天暴涨10%啊 9.6 9.65 10%左右 说第一指引位差不多了吗 我们把这头肩放到这啊 把这井签放到这 说这肯定是一个保守的位置 对吧 那么更高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等距离位啊 那么一旦再涨起来 他从昨天开始买起来 那这个位置也有50%啊 嗨不嗨 比如说嗨 那谨慎一点 就是到中间这个啊 就到上面这个 这个可以先这啊 到上面这就可以停了 对不对 好 怎么继续嗨哈 看这个AI也很嗨哈 那么今天呢 他是对上面这个支撑区呢 完成了止跌啊 那么昨天是止跌 今天是拉升哈 我们的趋势线没有被下破 应该继续去做多 我们再重复两点啊 第一呢 对于中小盘梦可以做 第二呢 中小盘可以直勾勾的下跌 他也可以直勾勾的上涨 记住这两句话 你的梦就可以实现哈 第三还要争取一点 不要太重哈 不要都买啊 自己挑选 自己有把握的架构哈 我这里分析只是分析哈 去帮大家去找一些可能的机会啊 但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挑选自己喜欢的 我们看一下open 暴涨 漂亮 漂亮 昨天我们就把这个调整到这了哈 那么他的一个头肩底部结构 他当然完成了 可能的第一波上涨啊 但是一旦再涨起来 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肯定要测试到啊 那么一旦测试到啊 突破上去 那么将去测试 130%的这个位置啊 100%多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翻一翻的一个机会 我们之前啊 这个open也是抄底了 吧 哎 说减减仓 那么现在要重新买回哈 继续去做都啊 再注意刚才说的第一点 中脚盘可以直勾勾的下跌 他也可以直勾勾的上涨 第二点 梦可以做的 第三点 选择自己适合的架构 小仓位去做 好 我们今天盘前先说这么多 暴涨领涨的股啊 非常漂亮 明天盘前我们继续分析这些暴涨股啊 盘前再见 拜拜 拜拜